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元对美元汇率将会如何变动 本周美国将会公布其第二季度GDP数据 我们认为该GDP年率增长将会从4%下降到3.9% 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会是生产材料库存的减少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数据会对欧美对汇率产生直接的强力影响 当然该货币队汇率的趋势还是为看跌 不过货币队的波动相对会加大 该货币队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上升 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很快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会看跌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我预测未来欧洲央行会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会削弱欧元的汇率 您认为本周亚洲市场会有哪些重要的事件 本交易周末亚太地区的股票指数会呈现不同的动态 亚洲市场上欧美对的卖出信号占据上风 亚洲时段该货币队交易也是呈现看跌的趋势 上周五日元美元出现上升 我认为本周也会是主要趋势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感谢您对杜高斯贝电视的关注 莫尼卡基布森将为您呈现新闻回顾 再见